來,來你拿著 來,你看一下 你看它的背面 你覺得這是iPhone級 你說是iPhone級? 對,還有這一支 這兩個有什麼不同 你比較得出來 都是iPhone... 14 還是iPhone15 這一台啊 是iPhone15 蛤? 哈哈哈哈 是不是搶著一模一樣 真的很像耶 那有什麼插嗎 彈力球 你有沒有覺得 除了這個之外 你有沒有覺得它的背面 摸起來比較濕滑的感覺 跟這個 我是覺得差不多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傅林 又來到這個意念一度 iPhone的評測 好,那作為一個中時鍋盾 我相信觀眾應該都知道我每年都會固定還一台最新的蘋果 當然今天也鼓勵完好不好 我手上這台就是最新的iPhone16 Pro Max 那只是說 今年比較不一樣的是 因為從發表會到現在 我覺得今年是給我的感覺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動力 原因是因為今年它的升級 雖然說它各項都有升級 但是它升級的點並沒有來得非常的多 所以讓我其實在今年在供買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小流域的 但是作為這個果粉 然後又作為美女友做這個iPhone評測 今年我還是入手了 好不好,那今天就是要給各位看一下 今年iPhone16有新增哪些功能 以及因為我拿到這台已經將近快一周了 所以也給各位看一下我一周的最真實的心得 那首先我先說這次的幾個重點升級 那因為名稱叫它麥克太長了 所以以下我都簡稱Steel Pro 第一個手感部分 因為我是邏輯控的關係 這次上手iPhone16 Pro 第一個感覺是比前代15 Pro 背部摸起來感覺還要更濕滑一點 很像是在摸音樂的肌膚一樣 側邊的胎合金邊框也比上一代還要來的直滑一點 手感上真的不錯 那說到手感也要接著講第二個重量的部分 那因為這次16 Pro Max也比較大 螢幕從之前的6.7吋增加到6.9吋 成為史上最大的iPhone 邊框也比前一代來的更加細 重量上音質比前代多了6公克 上手期待感覺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雖然是表示的不錯 第三個部分 續航 因為手機變態的關係 相對電池也比之前大一點 配上最新的A18 Pro處理器 功耗提升關係 這次的續航可說是目前最強大的蘋果手機 個人覺得續航上有蠻明顯的進步的 當然說到續航 就要接著說第四個發熱問題 因為前代15系列發熱問題讓很多人都受不了 尤其像我這種裸記的關係 有時候真的是會燙到握不住 在一代發熱上突然說 個人覺得有進步 但沒有到很多 至少平時使用不會無緣無故的發燙 但使用比較大型的App時 發燙的感覺還是蠻明顯的 第五個相機部分 也是這次升級的重點 這次16 Pro觀角鏡頭升級到4800萬畫素 讓拍攝時使用廣角與E8鏡頭 不會來的落差這麼大 使用微距畫質也來的更好 第二個錄影 這次錄影最大升級就是4K 120幀 以下有這個示範的影片 而且我覺得蘋果蠻貼心的是 當下錄120幀後製還能再改其他幀率 也能選取想要的地方進行慢動作 個人覺得挺方便的 第七個麥克風 也是這次我個人覺得TDI的功能 這次內置四個麥克風 有一半錄影的聲音 然後畫面內 錄影是電影機 那麼究竟這項功能能不能取代我們外接麥克風 我們就來看以下的影片測試 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iPhone的這個麥克風收音 然後待會會搭配不同的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收音的效果如何 然後透過它後製AI運算之後呢 能不能去隔絕掉不同的聲音 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iPhone的這個麥克風收音 然後會搭配不同的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收音的 效果如何 然後就透過它後製AI運算 之後呢 能不能去隔絕掉不同的聲音 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iPhone的這個麥克風收音 然後待會會搭配不同的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收音的 效果如何 然後就透過它後製AI運算 然後就透過它後製AI運算 之後呢 能不能去隔絕掉不同的聲音 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iPhone的這個麥克風收音 然後待會會搭配不同的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收音的 效果如何 然後就透過它後製AI運算之後呢 能不能去隔絕掉不同的聲音 第八個風格濾鏡 這是蘋果推出新的濾鏡功能 提供非常多種的濾鏡可以選擇 且這些濾鏡還能自由調整參數 想必很快就會看到小龍叔 很多人分享這個濾鏡的參數了 第九個也是這次iPhone16全系列最大升級 下揚機按鈕Action Button 這功能提供用戶能透過按鈕拍照 也能伸縮拉遠拉近 但我個人覺得這功能沒有到很好用 因為我拍照按螢幕的拍照速度 不比按按鈕來的慢 且這顆按鈕還需要依靠知識 只有橫向拿手機時才會方便 個人覺得只有在關上螢幕 馬上開始向心時按兩下最好 不然螢幕亮起時 我不覺得這顆按鈕來的比較方便 OK 各位 那究竟今年的這台iPhone16 Pro Max 到底值不值得入手 我們看完前面的這影片之後 我們可以知道今年的iPhone16的全系列 其實在升級上面 比起前一代 他算是一個唸性的升級 尤其人家都說今年的數字系列 是近期代以來 數字系列上進化幅度最大 算是CP值最高的 那如果是以Pro系列來說的話 雖然說iPhone16 Pro 他有比前一代的iPhone15 Pro 各項其實都有一些升級 但是我覺得他的升級幅度 並沒有像以往來的那麼明顯 因為像這次的iPhone16 Pro CD 他主要是加強在相機的這個功能 但我坦白說 以相機功能來說 如果你是有在拍影片的人 那你就會覺得 對於這次升級很有感 但是如果你不是一個影音創作者 你平時並沒有很需要拍影片的需求 那他這次的升級幅度 其實就沒有來的那麼的明顯 所以購買建議 如果你的手機是用iPhone13 iPhone12的人 那或許你換iPhone16 Pro系列 你會覺得升級幅度是有感的 但如果相反的你是用14、15的人 那就不太推薦用這個iPhone16 Pro系列 好不好 以我自己的老實做先的 我覺得這次升級有感的地方 是在他的續航跟發熱 因為像我平時上班 我下班已經9點多了 我從早上11點上班到晚上 大概下班已經9點多 所以你帶iPhone如果我平時上班 可能只有偶爾偶爾一點點時間 會稍微滑一下手機看個動態 這樣一整天下來呢 前幾代iPhone用到晚上9點多的時候 電量大概都會落在40G到10G 我印象中續航最好的是iPhone13 Pro那一代 那這次iPhone16我用到現在 我就發現如果用的時間不長的話 下完班他的電量大概還有維持在70G 所以這個以續航域來說 他確實是蠻有感的 那再來就是發熱的問題 我確實有覺得這次的iPhone16 Pro 他的發熱 有比前代好 綜合這兩個是我個人使用上 覺得最有感的 那拍照部分 坦白講我覺得感受沒有到那麼大 那他這次的最大重點是4K 120幀 真的要說就回到我前面說的 這個東西他是可能你有在拍影片 有在創作影片的人 你會覺得這個功能他是會用得到的 但他也不是算是一個非常實用 或者說常常一定會用到功能 會回到我前面說的 如果你有在拍影片 那這次升級你會覺得很有感 那如果你沒有拍影片的人 你就會覺得好像沒有什麼 一年一度iPhone的評測就到這邊結束 那我是傅里 那希望以上我的個人感覺 可以給你一點意見 那我們就明年iPhone17也再見了 好不好 掰掰